今天美國在臺協會 長矮 美國牛肉和萊克多巴胺的補充事實證據 問一 是否真的有100多國竟用萊克多巴胺 人家說什麼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有超過100份臨床研究和國家主導的風險評估 都證實萊克多巴胺是安全且有效的 這是美國在臺協會的意思 27個國家已經核准將萊克多巴胺當作動物飼料成分來使用 或者對進口肉品建立最高殘容量的容許標準 美國在2011年將牛肉和豬肉產品銷往全世界100多個國家 過去10年來 數百萬人吃了數十億公斤的美國牛肉和豬肉 卻不曾出現過任何一件因為吃了餵食萊克多巴胺的動物肉品而生病 或者產生任何反應的報告 他用這樣說法 聽起來 很科學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塑化劑 現在有台灣 我說台灣有報告 吃塑化劑有四人嗎 目前還沒聽說過 沒聽嘛 因為沒做了 所以我們就沒聽了 對不對 所以我經常說一個小孩 我們去餐廳吃東西 看到這個湯裡面有一隻火腥 老闆都要給你吃火腥 吃了 你看吃火腥沒什麼事 現場給你看 不然他就說這是倉庭啦 是啊 所以這個東西都要用數字來講嘛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把數字填下去了 你美國人要買美國牛肉來台灣 你把你所有的數字 所作的報告跟研究 你給我們看 台灣專家這麼多 包括不管是各專業領域的專家 大家都很多 大家風險來試算一下 這個安不安全嘛 所以你看美國講那些話 根本是鬼扯啦 他說啊 這個什麼有一百多份 什麼所謂的這個報告風險試算以後 這個美國牛肉沒有問題 我請教一下 這個大家都其實在座也有很多專家 這個所謂的食物殘留標準 它是怎麼換算出來 它是有所謂的沒有劑量的這種濃度標準 然後試算每天可吃多少的接受的這個量 然後再試算食物中的容許量嘛 所以這些都是基於一個假設就是說 美國FDA它所做了六個人的實驗嘛 那這六個人的實驗裡面 簡單說我們大家 膠頭上也說 六個人的時間要推廣告 說推論到所有的人類 這當然也認為這有問題啊 因為養本數太少嘛 所以它效率當然會有問題啊 所以不管是歐盟的專家 全世界醫療專家 都認為說你所做的這種無作用劑量的推估 這個實驗是有問題的嘛 所以你實驗有問題 你做出來的食物的殘留標準 當然也會有問題 食物的殘留標準有問題 你做的風險評估 當然有問題啊 所以聯合國的這個所謂的食品法典委員會就認為你做這個實驗不行 還有第二點 大家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那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那心臟血管疾病的病人 他的風險為什麼就是五倍 為什麼就是五倍 你說話聽 說一個杜利隆聽嘛 所有專家跟美國這次 美國所謂都拿不出來啊 所以因為這些高風險群 跟他整個研究的一個設計 本身大家都質疑問題重重嘛 那更不用提說中國在說的啊 中國在說 你美國要賣這個所謂的沒有收入金的牛肉到中國 那請教一下啊 那我們中國人在吃牛肺啊 有在吃牛肺啊 賴中啊 那這個風險的估算 你試算給我看看 美國也拿不出來 所以你美國人 你如果要賣健康的牛肉來台灣 說到嘴巴全部 你就收拾起來 什麼叫台灣 叫馬英雞 馬英雞 馬英雞怎麼沒路應 美國人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叫你往東就往東 叫台灣要自己做風險評估 這算哪門子的一個道理嘛 所以 美國政府假如要賣牛肉到台灣 國會只有一個立場 你就把你所有的數字都拿出來 把所有的資料攤在陽光底下 接受全民的一個檢驗嘛 你如果安全 當然國會會認為你安全 沒辦法 沒關係 但你數字都拿不出來 你也沒有辦法說服 不管是聯合國食品 法典委員會的所有的專家 歐盟 中國 台灣的專家 你都沒有辦法說服 當然大家禁止你進來嘛 那更不用說提什麼什麼 在說我們全世界 二十九個國家在進入而已 歐白說在規則 全世界二十九個國家盡量沒錯 但是有百幾個國家齁 不容許它使用嘛 所以加上一百六十幾個國家的人 到現在都不接受說瘦肉精把它添加到 食品或者是動物的飼料裡面嘛 看這個樣子 民間包括國會和台灣的專家都民意 辦黑臉到目前辦得非常的堅定 馬政府辦白臉 有沒有可能辦到最後回過頭來透過 行政部門加上他們的國會 向人民他不辦白臉 他跟人民變臉 有可能的專家 我覺得齁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齁 現在看起來是有一些困難 因為還沒有清醒 美國講說我們用不科學的理由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人太知道這些科學的理由跟根據 所以我們才會反對 反對即便不是政府很強硬在反對 甚至是民間大部分人都反對 這可以看得出來 民間學科學的人其實也是蠻多的 再加上說這種相關的證據啊 到處現在啊 如果是有在做學術研究 你都可以看得到都拿得到 是 剛剛有提過嘛 Codex訂不出一個相關的這個標準 沒有共識嘛 到現在都沒共識 一直來都沒有共識嘛 這個ESFA 就是ESFA嘛 歐洲最高的食品安全的當局 裡面他也review了他所有過去的相關的這個報告 他看的結果是說 這樣的報告 這個六個人的這個實驗 訂出來的這個所謂的這個ADI值 是不足以用到所有廣大的這個大眾的特別是一些比較弱勢的這個族群 我們上次也提過什麼叫弱勢的族群 你有心血管疾病的 你有肺部的這個疾病的 你有糖尿病的 你是所謂孕婦或者是小孩嘛 這些人嘛對不對 他說這些都不 這些人不少耶 對啊很多啊 所以你這個都不能夠擴充出去嘛 還有一個他說非常重要的 上次我們有提過 實際上來講你沒有考慮到說這個東西 培林實際上不是等於雷克多巴胺嘛 所以他有培林一號二號三號九號四十幾號啊 他裡面是有調成分的啊 這些成分裡面按照很多學術的報導都知道 他裡面要加什麼 要加荷爾蒙 要加抗生素 這樣他才會培林的這個效果 雷克多巴胺的效果才會起來嘛 他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是什麼東西 而且現階段的這個雷克多巴胺 在培林裡面大概降兩個percent 過去曾經高到十個percent 大家沒有去考慮這個部分嘛 所以呢 在ESFA那個ESFA 那一個報告裡他有講喔 他給你一個評語 他給你一個conclusion 他告訴你說 你們恐怕沒有考慮到 這個東西在代謝過程當中 從A變成B B並不是就是OK的東西喔 A變成B的變法是 他A呢 會加上B變成A加B 所以你去測A的時候測不到 他變成A加B了 但是過一陣子之後喔 這個A加B會回去 又變成A跟B了喔 所以在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也建議說 必須要一起考慮 這個雷克多巴胺 就是Retopamine呢 它的derivatives 就是它代謝了之後 所產生的其他的有毒物質 但是呢 這個部分的科學資料 是幾乎是欠缺的 所以呢 我們台灣的人其實是知道的 我們不是說用非科學的這個道理 再拒絕它 而即便來講 科學的道理都不全 不科學的道理 其實來講 很多更應該要拒絕它 是 這個民進黨20000年 也就是民國95年 將這個培林街列為禁要 馬英九上台4年跟之前的2年 馬英九政府不但沒有一件 而且同樣的立場 現在柏瑞光酸刷美國載台學理事長 就來台北 找馬英九 馬英九主動跟他提起來 美牛這個 培林這件事 怎麼會是沒有立場 分明是要改變立場嗎 公都們怎麼監督 其實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剛剛提到 立法院就這個修法的部分 當然是一個好把關的部分 我們很期待這些立委有一些良知良心 不管是哪個政黨一樣 因為這個健康權跟大家都有關 我們的立場 一直告訴大家很重要的部分 是說 回過頭大家應該去想一下 如果農民 這個空氣就可以讓牛長大 豬長大 可以魚變大 誰神經病還要去買那些飼料跟藥品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飼養環境有問題 不管是太密集的去飼養 其實撇開美牛很多的問題都這樣 比方說我們的雞 它也是用抗生素快速 跟成長激素 讓它快速長 一般的雞如果養成 我們可能是需要這個三個月才能吃到 可是現在45天就吃得到了 就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不只是這個 我們所看到的瘦肉精的問題 這還有很多添加物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議題就公民團體的角度 當然是覺得大家要重新去思考這個食物安全的問題 可是開放瘦肉精最大的一個風險 或者是說這些有問題的牛肉最大的風險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這些所謂的弱勢 這個弱勢還不只是剛講老人小孩孕婦 其實是所謂的這些消費者中平階級的這些人 我們現在台灣的財富已經所謂的兩極化 我更要講現在的健康也會兩極化 為什麼這麼講 當你開放的時候已經看起來進口了這麼多的便宜的 或者是你為了這個我們這個所謂的經濟利益的一些交換 犧牲了民眾的健康 你可以想像對一般的民眾 你如果問他要吃有機的嗎 誰不想吃有機 你問他要不要吃那個健康自然牛 他怎麼不吃 他也想吃啊 問題是便當當看到一個一百塊的 兩百塊的跟五十塊最好四十五塊的 他能選什麼 他就是選便宜的 包含我們的有幾十萬的兒童 在進行這所謂的兒童營養午餐 大家也不要忘記 兒童營養午餐過去有一個很大的幫助是 對於這個清涵家庭的小朋友 他可能一天就那一餐吃的肉 那一餐吃的健康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這個部分基本上用招標的 甚至最近還爆發回扣的這種問題 你可以想像 他用的一定用最便宜的這些肉品 所以在這部分來講 我覺得他一開放之後 事實上對於我們活人未來這些 辛苦的這些我們講的百姓來講 那影響更大 不過有關於營養午餐這一塊還沒有關係 至少已經發現 非常多的有愛心的校長 已經幫兒童把他們的營養午餐吃掉 聽說五分之一還是十分之一 很感謝面 我們這段新報告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好多繼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